在娱乐圈的浪潮中 随着流行文化的快速更迭 明星们的面貌和风格成为了大众瞩目的焦点 其中 肖战以其独特的魅力 和亚太第一的美貌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然而 随着他的知名度不断攀升 一个有趣的现象也应运而生 每年都会有人自诩为肖战第二 XXX好像肖战啊 并购买通稿 试图通过营销与肖战长的像来博取关注 这些自称为肖战第二和长的像肖战的人 或许在某些角度下 确实与肖战有些许相似 但在大众眼中 他们的行为更像是一种营销手段 他们或许想借助肖战的名气 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 却忽略了真正的魅力 并不仅仅在于外表 肖战之所以受到如此多人的喜爱 除了他出众的外貌 更重要的是他谦虚的性格 扎实的演技 以及不懈的努力 肖战曾谦虚地称自己为大众脸 这并非自我贬低 而是他对于美的理解和追求 他认为 美是多元的 不应该被局限在某一固定的标准中 而那些自称肖战第二的人 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他们只看到了肖战的外表 却没有理解到他的真正魅力所在 在娱乐圈中 壮脸现象并不罕见 许多明星因为长相相似而备受关注 但真正能够赢得大众喜爱的 往往是那些 有自己独特风格和个性的艺人 他们不仅在外貌上有所突破 更在演技才华等方面 不断磨砺自己 成为了真正的行业佼佼者 对于那些年年岁岁都自称像肖战的人 只能说要不他们之间自己去查一查 有没有血缘关系吧 这可比任肖战为爹快速有效多了 还是只是为了博取眼球和关注度 如果是后者 那么这种行为无疑是一种浅薄的炒作 缺乏真正的艺术追求和敬业精神 与此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 这种现象并非肖战独有 在娱乐圈中 许多知名明星都遭遇过类似的壮脸现象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 当前娱乐圈对于明星形象的过度消费和炒作 在这种环境下 明星们的个人形象和风格被过度强调 而他们的艺术才华和内在品质却往往被忽视 因此 我们应该倡导一种更加健康理性的追星文化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明星们的艺术成就和内在品质 而不是仅仅关注他们的外表和形象 同时 我们也应该鼓励那些有真正才华和潜力的新人 让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才华 赢得大众的认可和喜爱 总之 肖战作为一位优秀的艺人 他的美貌和魅力是无可否认的 但是 我们也应该看到 真正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外表 更在于内在的品质和才华 对于那些自称肖战第二的人 我们应该以更加理性和宽容的态度看待他们 同时也应该倡导一种更加健康理性的追星文化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让娱乐圈变得更加美好和有意义 在近日CCTV的海外平台上 一则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 那就是CCTV在介绍CMD第二届中国电视剧 年度盛典时的前缀写着 肖战荣获年度突破男演员 靠作品从顶流走到主流 这不仅是对肖战个人才华的肯定 更是对他所代表的影视作品质量的认可 从一个备受瞩目的顶流明星 到如今被主流认可的实力派演员 肖战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书写了一段 令人瞩目的演艺传奇 肖战 这个名字如今已经成为了 华语影视圈的一面旗帜 他的演艺生涯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故事 也展现了他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 最初 他以偶像歌手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 凭借其阳光帅气的形象 和独特的音乐才华 迅速积累了粉丝 然而想要在残酷的娱乐圈生存下来 仅仅做一名歌手是不够的 于是为了满足歌手肖战的想法 他成为了一名演员 于是大家也常常调侃肖战 有演员肖战一口饭吃 就有歌手肖战一口汤喝 肖战是成功的 他尝试转型之后 将自己的触角伸向了影视领域 他深知 作为一个演员 要想获得真正的认可 必须依靠作品说话 于是 他用心挑选剧本 深入钻研角色 不断磨练自己的演技 在他的努力下 一步步优秀的作品相继问世 他的表演也得到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 特别是在他主演的《梦中的那片海中》 肖战饰演的角色 肖春生形象饱满 情感真挚 展现了他深厚的演技功底 这部电视剧不仅在国内取得了极高的收视率 也在海外引起了广泛关注 肖战凭借这部作品 成功打破了流量明星的刻板印象 展现了自己作为实力派演员的实力 甚至让央视一次又一次的轮播这部作品 这次获得年度突破男演员的殊荣 无疑是对肖战演艺生涯的一次巨大肯定 这一荣誉不仅代表了他在演艺界的成就 更是对他从顶流走向主流的一次有利证明 而这份认可不再是出自粉丝们之口 而是央视在海外的标题 央视不仅仅承认了肖战此前的顶流身份 也承认了肖战如今被主流的认可 肖战的成功转型 不仅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认可 也为其他年轻演员树立了一个榜样 肖战的故事告诉我们 一个演员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外貌和人气 更需要依靠扎实的演技和对艺术的敬畏之心 只有用心去感受角色 用真情去演艺故事 才能赢得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同时肖战也用自己的精力证明了 只有不断挑战自我突破舒适圈 才能在演艺道路上走得更远 展望未来 我们期待肖战能够继续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为中国影视业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时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年轻演员 能够像肖战一样 用实力和才华赢得主流认可 共同推动华语影视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肖战就已经解锁了家人开年刊双峰OG 成为Gucci新总监首位 特别定制造型的亚洲艺人 升级为拉夫劳伦相分 全球代言人 是宝石龙首位出镜Ocons 世家标志广告系列的明星 合作GQ2月刊拉业封面 并且多地区版本联动 是Gucci新总监首购晚装系列 国内首发宣传视频 曝光的艺人 是Georgias Checker首位 特别设计定制的亚洲男星 而今 肖战作为TOTS品牌 首位全球代言人 并出现在新季的全球广告之中 是的 TOTS官宣了肖战成为 首位全球品牌代言人 并且 品牌方还将肖战 写进了自己的简介之中 全球官网包括脸书 微博 ins 推特 等40个官网站点全部发布 甚至于TOTS 更是在全球官网中 设置了特别的一栏 Special Projects 作为特别企划 来记录这位全球首位代言人的亮相 包括大刊推风 全球广告 特别定制 可以说 品牌方为肖战这个 首位全球品牌代言人 给出了最为顶级的待遇 说实话 如果一本小说中的男主角 有如此爽点 恐怕都会被书粉们 骂两句不写实吧 毕竟 小说作者们 最爱放大娱乐圈的 艺人待遇问题 往往不切合 实际会被观众们骂 是不是根本没有追过星 可肖战得到的一切 却是让不少网友 都感觉自己在追一部 娱乐圈爽闻 TOTS 这个成立了50多年 来自意大利的品牌 迎来了属于他的 第一位全球品牌代言人肖战 至此 肖战手中的大牌 合约含金量越来越高 再度升级 已经包括成衣 万表 珠宝三大类 以及护肤 彩妆 相分三条线的各种细分 也见证了肖战强大的商业价值 至此 肖战是Gucci的 全球品牌代言人 TOTS的 全球品牌代言人 保湿龙的 全球品牌代言人 珍利时的品牌代言人 拉夫劳伦 相分 全球品牌代言人 NARS全球品牌代言人 YSL 护肤全球品牌代言人 而根据时尚博主的爆料 这一次TOTS 不仅给到了肖战海内外全平台 官博全球范围内 各国家地区官网的 全面推送 不久之后 米兰时装周还将迎赖 创意总监 Matteo Tamburini首秀 全面升级换新的2024 这是属于TOTS的新生 也同样是品牌与全球代言人 一同拉开序幕的开始 肖战已经连续6季 在品牌成衣广告大片中出镜 很明显 肖战这个内鱼艺人 不仅仅是得到了品牌方大中华区的肯定 更是得到了意大利总部的肯定 要知道TOTS意大利总部 还挂着肖战特别定制的鞋楦 肖战在米兰时装周看秀之后 还被创始人老爷子 一起邀请参加他的家族晚宴 TOTS给到肖战的待遇 是绝对重视与尊重的 这是因为肖战本人 超强的全球影响力 给到了品牌方独一无二的价值 当央视频发布肖战会 在2月10日也就是大年初一晚8点当 参加CMG第二届中国电视剧 年度盛典首播的视频时 优秀实力派演员肖战 真的带给了大家太多的惊喜 其实这几天肖战给大家带来的震撼 实在是太多了 尤其是当他与张艺 吴京 张宋文等人一起为中国网络视听 年度盛典做主讲人时 全网都在惊叹 肖战的咖位上身如此之快 已经是可以与这些终生 一同出现的程度了 而鹅陶库也是纷纷在自家视频网站的首页上 放上了肖战的直播图 展开了一场肖战争夺战 其实 与那些前辈们在娱乐圈混迹半生 才有如今地位的情况不同 肖战出道至今满打满算 可以算作8年 而他参演或主演的 大大小小的作品也只有20部 这还是将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 和藏海传算进去的情况下 否则 肖战的作品还能更少 2016年肖战正式踏入娱乐圈 出演了哇唧唧哇的自制剧《超兴兴学员》 随后 便在各大剧组里做群演和男配 肖战的作品集其实很好记 以他的出名作《陈情令》为分界线 王佐有《超兴兴学员》 《相爱穿梭千年二》 《捉妖记二》 《斗破苍穹》 《狼殿下》 哦 而在这些影视作品之中 《相爱穿梭千年二》和《捉妖记二》 属于如果肖战没有爆火 根本不会有人知道的程度 他在里面就是个群演 《斗破苍穹》 《素人特工》 《庆余年》 《中肖战》 也仅仅只是N番男配 甚至出场都不多 无论是从何种角度来说 这些作品的好坏 与否也算不到肖战身上 可正是有这些角色或大或小 戏份或多或少的剧 肖战才能不断地学习 在一个又一个剧组里模 练自己 最终成就了 《央八CVB1.542》的《梦中的那片海》 和《央八1.081》的《焦阳伴舞》 很多业内在分析肖战的资源 何以飞升如此之快的时候 都会认为是 《梦中的那片海》给到肖战的加成 毕竟央视实在是偏爱这部作品 前前后后在电视台播出 已经有16次了 甚至于央八最近又开始轮播这部作品 以至于在黑子们眼中 这是央视为了防止肖战被大众遗忘而选择的 再一次播放 只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 肖战这个参演电影四部 电视剧16部的演员 绝对是迎来了属于自己的 青州已过万重山 当他邀请所有人 与他一起见证中国电视剧高光时刻的时候 无论是流量还是实力 他就已经得到了央视的认可 也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2023年演技口碑联报 坚持用作品说话的演员肖战 也一定会在2024年 给到大家更多的惊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